这是小区的外面 那边都是商业区 那边是星巴克 就是需要走100米吧 小区大部分都是以这种房子 三层连排屋为主的 它这个小区不是很大 因为这是Arcadia寸土寸金的地方 不会有很多地去建房子的 就是很小的 不是很小的地 但是也不大 下雨了吗 然后呢 你看 就是长这样子的房子 下雨了 那边还要再见 这就是你问的这个人 是谁的那个Esther小姐 她是在美国长大的美女 我也要进去 我想可以进去一下吗 你要带吗 我要我要去拿 我只能刚一个 这个要戴上这个帽才可以进去 我帮一个卫生纸在里头 好 OK我知道你害怕有那个啥是吧 OK就是我们买了这个就是这个房子 外里面长这样 外里面长这样 还在见 嗨 这个哥哥说我们在拍video 在下雨你看到了吗 因为上一次这个都围着了 我根本没办法进来拍 要不然早就帮你拍了 这个其他的还不能看 这个是你的车库 是两车位的车库 看到没有 后面是另外一台房子 好啦我去看 我让你看一下吧 要不然你说你看不到你的房子 长什么样子 然后这是一排排排排排排 我们的三个business day吗 他如果是这样照有同性牵 最晚还近四五天 OK他这里会有 后面那边有barbecue 然后我就不去看了 我以前看过 然后这里会有另外一个壁炉 在这里烤烤火干嘛的 看到没那里还有沙发 什么的 那里有沙发什么壁炉之类的 两个小区有两个这样 这样子的东西 拍一下这个样板房 就是刚才你说你的房子在哪里 什么的 这个是样板房 看你的房子弄好以后 就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当他们的办公室了 对不起 这里还有个美女 那里是一个在家办公 然后那里没有厕所 后面的就是车库 车库开不开 是吧 嗨 然后二楼呢 就是 刚才有一个阳台 刚才你看到那个屋的那个 就是他阳台了 他二楼也有一个房间 然后二楼有一个房间 一楼房间 三楼有两个房间 可以洗澡的 一楼也可以洗澡 一楼那个卫生间也可以洗澡 这是他的储存间 这是我们上来的地方 OK 那我们去 那我们去那个三楼的 因为新房洗衣洗水 那个 这个叫什么 洗衣房都在楼上 那两个房间在哪里 这边一个 那边一个 看一下 都是可以洗澡的 一千多时给你建四个房间 我的妈呀 太不得了了 好了 这个房子就是现在这样